巴达岭长城依山式而住 高低宽窄不一 平均高6至7米 宽4至5米 用整齐巨大的城砖 筑成墙体外壳 在各段城墙连接处的城台 就是迪楼 是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迪楼齐墙而建 外侧突出于墙体之外 迪楼由三个部分组成 底部是迪楼的基座 中部可以助人 储存粮食和弹药 顶部用来瞭望和射击 这种空间迪楼 是明朝著名将领七纪光发明的 它有利于集中守城兵力 而且可以提供军事物资储备的场所 修建这样的迪楼 使长城的防御体系更加坚固严密 这是军事防御工程的一次重要创造 巴达岭自古便是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 春秋战国时期就在这里修筑了长城 至今仍见残墙 明代为了加强防御 重新对巴达岭长城进行了长达八十余年的修建 明朝为什么要在巴达岭地区 修筑如此坚固的长城呢 这主要是由巴达岭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它不仅起着护卫明王朝皇陵的作用 同时也是京城的西北门户 元朝残余势力被赶走后 为了防止他们的侵扰 明朝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高筑强的口号 开国皇帝朱元璋还派大将军徐达 率领军队在北方驻关镇守修筑长城 经过八十余年的修建 巴达岭长城成为城关相连 敦保相望 重城护卫 烽火报警的严密防御体系 城墙是长城防御工程中的主体部分 一般来说城墙近于高山峻岭或平原上的险阻之处 根据地形和防御功能的需要而修建 在平原上或者关口要碍 长城修筑的高大坚固 而在高山险要地带就修筑的较为低矮狭窄 这样可以节约人力和费用 在一些极为陡峻的地方 甚至无法修筑城墙 就采取山险墙和披山墙的办法 在居庸关、巴达岭等地区的长城城墙 一般平均高约七八米 底部厚六七米 墙顶宽四五米 在城墙顶上 内侧设有雨墙高一米多 用来防止巡逻士兵跌落 外侧设有舵口墙高两米左右 舵口墙的上部设有望口 下部有射洞和雷石孔 在这里能够观察敌情 向攻击城墙的敌人射击滚放雷石 有的城墙顶上还建有层层障墙 可以抵抗登上城墙的敌人 明代中期 抗窝名将七纪光 对长城的防御工事做了重大改进 在城墙顶上设置了敌楼或敌台 使长城的防御功能进一步加强 蜂火台是传递军情的设施 是万里长城防御工程中 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蜂火台传递军情的方法有两种 白天燃烟 夜间焗火 因为白天阳光很强 火光不易看到 而夜间火光很远就能被看见 所以就采用这样的方式 传递信息 科学而迅速 蜂火台的布局也是十分重要的 最为关键的是要把蜂火台布置在高山险峻之处 或是长城峰回路转的地方 而且必须要三个蜂火台都能互相望见以便于传递信息 蜂火台除了传递军情之外 还可以保护来往使节的安全 为他们提供食宿 供应马匹和粮草 关城是万里长城上最为集中的防御据点 关城设置的位置至关重要 要选择在有力防守的地形之处建造 可以以极少的兵力抵御强大的入侵者 做到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长城沿县的关城有大有小 数量很多 就以名长城的关城来说 大大小小有近千处之多 著名的如山海关 黄崖关 居庸关 紫荆关 导马关 平行关 燕门关 偏关 嘉狱关 有些大的关城附近还带有许多小关 如山海关附近就有十多处小关城 共同组成了万里长城的防御工程建筑体系 有些重要的关城本身就有几重防线 如居庸关 除本关外 尚有南口 北口 上关三道防线 不到长城非好汉 今天的长城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广大中外游客 长城已经接待了包括尼克松 里根 伊丽莎白 撒切尔夫人在内的 众多世界知名人士 成为令人向往的世界级旅游观光圣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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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变成